Hello大家,我是景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地产频道 今天景姐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联租房 东东目前有578栋联租房的物业 联租房主要是针对于低收入家庭以及59岁以上的长者 但是很多买家与租客在买房与租房的过程中 他们想尽量避免联租房物业的周边 那今天景姐一起来带大家看一下 如何在你想买房与租房的区域中找到联租房的地址 来尽量避免这类物业的周边 首先大家在咕咕Map输入Subsidize House Investings 之后我们进入多众多联租房的页面 大家向下拉进入多众多联租房的地图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在地图上找到自己关注的区域 我们先把地铁线打开 这样大家看得比较直观 首先我们进入华人居住比较多的Yong Finch 这边是地铁线Line 1的终点站Finch Station 这边是Yong and Finch 大家可以看得到在Finch的北边 Yong街与Kuma Avenue这边有两栋连租房 我们点击这栋 More Information可以看到这栋的外观 以及它的详细地址 这栋比较靠近大家熟知的M2M Condo 在西边还有另外一栋 好的 接下来我们去地铁线Line 4 Dunmel Station附近看一下 Dunmel Station地理优越 Hairway 401以及DVP 近年比较受华人与南亚人的青睐 这边有Fairview Mall 以及去年刚开的大桶华超市 这边有一栋比较新的连租房公寓 地址是170Fairview Mall Drive 这栋连租房比较靠近去年刚刚交付的 180Fairview Mall Drive 以及188Fairview Mall Drive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并关注我吧 下次见 拜拜